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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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茜 小夜之夜 杜茜 杜茜 好 今天在節目當中 我要介紹一本書 這本書是《星小七寫的》 時間帶不走天真 這本書 來… 我除了介紹一下欣曉綺 謝謝 然後… 特別選了兩位女性來拍妳 因為妳這本書寫了很多 而且妳那麼坦白真不如 會不會太坦白 對 我最近就有人看了 就這樣跟我講 我才意識到這一點 我本來都沒有想到這一點 妳沒有想到這一點 妳怎麼覺得 我就是把我自己的心裡想寫的一些 就把它寫出來 對 對 可是我的歌名他們看就說 沒有啊 這就是妳啊 就沒有什麼兩樣啊 就是說妳就寫得很 就是跟妳完全是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的 好 來 許小溪 妳們好 妳們好 張本瑜 大家好 好 今天的三位 為什麼會在一起呢 我想在感情這條路上 這三位應該都是 不能說跌跌撞撞 就是二十歲的時候 談二十歲的戀愛 三十歲談三十歲的戀愛 到了某一個年齡談某一個的戀愛 我不知道這些戀愛對妳們 妳這裡頭有很多的領悟了很多的事情 對 對 我只覺得妳們還有一個很特殊的就是 現在應該很平常了啦 現在很平常 對啊 小燕姐可以試試看 我沒有想要再 對不對 對 有的時候也是 也是一種麻煩 也是一種麻煩 對 但是有些人沒有戀愛是活不下去的 妳算不算 我 不算 因為我空窗期 就是說我曾經有空窗期很長一段時間 對 就一直在忙工作 什麼什麼什麼的這樣子 然後 當妳空窗期的時候 妳覺得很好 一個人 沒有什麼牽掛 不用去心煩 也沒有人跟你吵架什麼的 可是當妳這段時間過了之後 妳又記入了一個戀愛的時候 妳就發覺 真的戀愛比空窗期好 太多了 太多了 對 不過小溪我覺得 好 今天應該說兩位都是 離過魂 結過魂離過魂 那本瑜雖然沒有結過魂 也跟男人相處過一段時間 好 我覺得三位都是 有一些經歷 有一些想法 我總覺得 就像妳剛剛講的 一段戀愛的結束以後 妳會覺得說空窗期很好 對 可是又在遇到的時候就覺得 戀愛還是 戀愛還是 而且女人還是需要戀愛的 其實心想其實讓我想起來 我不認識妳的時候應該 很... 妳已經結婚婚了 對不對 我想想看 在妳背影的時候 對耶 而且我那時候已經離了耶 對 妳已經離了 我們其實... 好了 我不看這本書 我已經忘記了 忘記妳有那一段 所以看完這本書 想起來 想起來妳... 真的 妳就... 會... 那妳是 因為我是進服帽以前就離了 對 所以很早 很早 很早... 妳認識妳的前部 其實是很小的時候 很小 我國中二年級 她那個時候是大三吧 大三還大二 我們兩個相差八歲 相差八歲 她比我大八歲 國中生去跟大學生交往 她當時很叛逆的喔 她當時很厲害吧 對啊 很新潮耶 妳不是 妳很厲害 因為她實在是 我第一眼就被她迷住了 妳知道那國中生很... 對那個大學生很崇拜 可是妳知道 問題是說國中生 看到大學生很崇拜 那就是一個崇拜 就是心中一個暗自的初戀好了 可是沒有人像妳這樣子 還可以嫁給初戀的 所以好 所以我覺得那個可以彈得起來 也是對方的問題 是對方的問題 所以妳想想看 哪個大學生會去看 真的 跟國中生的女孩子在 而且妳看那時候是清湯掛面 而且好像還有耳旗耶 那時候 對 耳旗 沒錯 妳是不是唱歌給她聽 相反 她唱歌給我聽 真的喔 因為她彈吉他又唱歌這樣子 那她很容易迷住妳啊 很容易啊 妳怎麼迷住她呢 我覺得她 因為我那時候 我又不是從小就學鋼琴嗎 所以她可能看到我一天到晚在戀情 或者是怎麼樣或怎麼樣 然後可能也 我覺得可能 相互吸引對不對 所以妳這一段戀愛 就持續到妳能嫁給她 其實中間有中段三年 就是等到我國三的時候 那時候要考高中的時候 我媽媽就阻止了 因為我媽媽趁我不在的時候 因為我都是很小心的 信也是寄到我們同學家 不敢寄到我們家 結果我媽媽就翻到 而且還是大學生 而且還是她認識的 同學的哥哥嘛 妳家的哥哥 所以她就私底下 她就去找她跟她講說 這樣好不好 妳真的不能再繼續我 我們家小妞要考試 對 然後她也就是比較聽話 大概就是給長輩一個面子 那我們兩個就分開了 三年嗎 然後我就上了高中之後 三年都完全沒聯絡 完全沒有聯絡 然後一直等到我上大學 到了台北去念大學 她那時候也在台北工作 然後又經過一個聚會怎麼樣 又重逢 然後又開始 所以又開始之後 我就覺得說 我是全天下最幸福的 因為之前我就非常喜歡她 然後中間中斷三年 居然又碰到 而且她對我一樣還有感覺 我們兩個又開始了 所以我就說我好幸福 就失而復得 我就覺得說 我從此以後就可以過著 幸福快樂的生活 所以妳大學畢業就結婚了 對啊 就結婚 大學畢業好像一年吧 就結了 然後結了一年就離了 對 這裡面她書中寫了一段情節就是說 就是結完婚以後突然發現 妳叫她來接妳 她也不想接妳 妳跟她說我們去幹嘛 她也覺得她很累 然後做什麼她都覺得 那是妳的事情 現在電視機前面的太太們都在點頭 我一定會想到 為什麼這一年她就覺得 她會跟妳說 其實她是 我們還沒有結婚以前 她就認識了別人 可是我一直都不知道 我年輕的時候就 傻傻的 然後 然後我不是想 我說我就認為 我是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 所以而且那時候 因為我也年輕 我沒有那種 我不懂得經營 然後我是我們家老妖 有的時候難免我會有一點 大小姐脾氣什麼的 然後一路走來 她其實都一直在忍受跟 因為她的個性就是 所以我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是在我們結婚之前 她就認識了那位女生 然後 然後我比較 我比較不平衡的地方是說 妳既然在結婚前認識別人 那我們為什麼還要結婚 她因為覺得 我在想有些時候 男人會覺得 這個女孩子從國中就愛我 然後就一直愛我 她就是一個 好像不娶女覺得 好像又對不起 因為 因為其實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所有的親朋好友 都認為說你們兩個就在結婚 因為我們兩個就是交往那麼久 其實我們兩個 結婚以前認識 應該有快要交往快十年 快十年耶 然後所以所有人都認為說 你們兩個就... 好 所以這一點 我要講男女之間 所以勉強 其實對妳先生來講 她一定也有很多的掙扎 因為她 其實對妳是一種妹妹的感覺 已經是像妹妹的感覺了 但是也覺得好像耽誤了妳 跟妳在一起十年 可是人的感情是一件 非常非常微妙的事情 當她遇到那個時候 她真的也是喜歡她 所以 但是她又覺得大家的眼睛 雙方的父母 都覺得你們該在一起 那... 那就結婚 其實... 其實是 其實對她也很苦 對妳更苦 我相信 我相信她也很苦 對 我們都常常就說 不要活在別人的那個眼光裡面 你要忠於自己 對自己誠實 可是其實這件事情 是一個不容易的事 對 是非常不容易 就是妳要不管所有人的眼光 然後就做妳自己 心裡真的想要做自己 如果那個時候 她如果跟妳講說 小琪 我認識別的女人 我們不要在一起 妳也瘋了 一樣瘋啊 對嘛 所以她很瘋 她把她延遲時間 延遲時間 所以她沒有辦法面對的時候 沒有結婚這一件事情 因為其實離了婚以後 我都把自己的建設得很好 我覺得我自己都OK了 然後直到有一天 我不曉得要辦什麼事情 她說妳要去申請那個 戶口藤本還是什麼 然後我就到了那個 護政事務所 申請出來一看 她就記載著明明白白的 民國幾年幾月幾日 妳跟誰誰誰離婚 我一看到那個我又崩潰了 因為這個東西 會跟你一輩子的 對 妳知道嗎 所以我看到這個以後 我又開始 我就 我本來都很OK 本來都覺得還好 就看到書面 看到記錄 白紙黑字的時候就崩潰了 那明明白白的記錄非常清楚 我是一個很早熟的小孩 所以我從很小的時候 我就會去 可能喜歡我們鄰居 然後去學校的時候 就喜歡學長這樣子 我覺得這也不錯 對不對 她很喜歡像妳學的 因為學長這樣子 有重力 好 這是我們講的好笑的一面 但是當妳知道 覺得女人 當妳知道妳的男人 有另外一個的時候 妳第一個感覺是什麼 我就整個都瓦解掉了 因為我覺得 我才意識到說 原先我把它看成是一個 很大的支柱 就是我全部的生活重心 然後現在忽然那個大支柱 砰 倒下來了 而且 妳是相信還是不相信 我相信 我覺得 我覺得 我一定是哪裡不好 對 我一定是做錯了什麼事 然後妳才會這樣 我也是會比較否定自己 會覺得說 我到底做了什麼 不好或是不對的嗎 為什麼會 讓感情就走岔了 可是妳們難道都沒有 跟別人主動分手過嗎 如果妳是主動提出分手的那個人 妳不就是 應該有那個立場交換的經驗 就是說我跟妳分手 並不代表妳這個人不好 不是妳做錯了什麼事或什麼 有可能純粹是 比如說時間不對 我們在人生不同的階段 或者有可能是 就是我們就是不合適 可是我覺得這要看 各 每個人跟事情 離婚才幾歲 很小 二十 對啊 太小了吧 二十 二十二三吧 我二十一歲大學畢業嘛 妳根本就是一個叛逆的人 從多中… 妳…我多中都是八個人 哪有二十一 二歲就結婚了 所以我就說我就是 我就是那個學藝裡面 就留著叛逆跟任性的 這很像水瓶座會做的事 對啊 因為就不太考慮 不太考慮 也不太會想 就這樣子做了 對 二十三歲 二十三歲就離婚了 妳…妳了不起 所以我第一次當歌手上去上 小燕姐的節目 那時候原來我已經離了 妳剛剛已經提醒我 對 所以我看完這個書的時候 我就在想 這個時間差 對啊 所以妳也是比別人臉上多一點 多一點說不出來了 不…不像是… 不像是人家 沒那麼開朗 對… 對 所以那時候就那個 李宗善她就說 小姐 我覺得妳不開心耶 我覺得沒有啊 因為我們大家同事 在一起的嘻嘻哈哈的 可是她就跟我講 我覺得妳不開心 她那個時候還不知道這個事情 只有我自己知道 就會有淡淡的憂傷 就常會跑出來 對 對 就是看著妳 我覺得第一次 就背影小號出來 就覺得這個 我常常穿個 牛仔褲穿個燕尾服嘛 對 然後頭髮也是滿清純的那個樣子 對 但是音樂老師 然後 妳跟人都有一點點去 因為大家都 尤其來做什麼遊戲啊 超級星期天的時候 那個時候 大家都是來玩的 只有她 淡淡的愛上 淡淡的愛上 對 就放不開 我覺得要 這是一個對不對 本於我相信 要不愛要勇敢 要愛也要勇敢 妳現在好嗎 我現在單身 滿好的 過自己的生活 我覺得比以前 我覺得現在好的原因是 我喜歡現在的自己 二十幾歲不太懂自己 到底要什麼 現在很享受 懂得自己一個人怎麼生活 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家人 放在朋友 放在工作 以前就是只有想要戀愛 什麼都不想 可是發現那個 可是妳 妳有一段 愛情讓妳領悟的事情 疏於經營感情 妳錯 是好男人 妳有一段這個嗎 妳有一段這個嗎 我曾經遇過一個 我覺得我這一輩子 應該會嫁給她的好男人 然後我們現在還是朋友 還有聯絡 就是那個印章嗎 對 就是那個印章 對 但是她就是 她就是變成一輩子的朋友 雖然沒有辦法在一起了 我還是覺得她很好 但是妳就是 就兩個人要的東西 或許現在已經不一樣了 就是我可以 我不知道她現在要什麼 但是我可以很清楚知道 我要什麼 她的條件或是什麼 都不是我要的 因為我現在 希望的是 我可以有一個穩定的家庭 我想要結婚生小孩了 或許她 我去衡量那個狀況 或許她現在 可能還沒有準備好 或者是什麼 我就覺得 那寧願我們當朋友 我不要再回去看這一段 離婚以後還會是朋友嗎 我覺得我有聽過一些例子 是可以的 當然可能慢慢可以增加吧 大家加油 婚姻這一段可能是真的 沒有什麼機會碰到 也沒有什麼機會可以聯繫少 就沒有了 對 在這裡頭我還看到有一段 就當年妳覺得很不錯的人 後來再遇到 我覺得這是一個我們女人 常常會遇到的事情 就是當年年輕的時候 會看到一個男的 覺得還不錯 可是多少年以後 再看到他 當已經不是想像中的 有的時候會覺得說 沒有這種感覺... 是不是 或者是 其實我們也不要笑人家 說不定那男的看到我們也說 還好 對不對 是不是 是...是有這麼一段 對 不過當初是我暗戀他嘛 所以在學... 妳愛不少人啊 我愛不少人喔 所以我是一個很早熟的小孩 可能是跟我哥哥姊姊 都比我大很多 這個很有關係 所以我從很小的時候 我就會去 去喜歡上別人 我很小的時候我就會 例如說可能喜歡我們鄰居 然後去學校的時候 就喜歡學長這樣子 對 我覺得這也不錯 對不對 因為學長都在去 有動力 有動力對不對 對 對 所以學生時光 我覺得 我覺得很美 而且讓我有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回憶 很美好 就是國中時期 這樣子 我昨天就在聽妳那首 《遇見快樂》 我覺得看了妳的書 聽那首歌 太適合了 太適合了 就是書上寫了過去的故事 然後現在 妳要把握住現在的快樂 對 其實小溪妳有 還有對象嗎 現在啊 現在我都在帶小孩 沒有 其實我覺得是應該這樣 我覺得我自己沒有準備好 然後我現在也沒有那個 很… 很希望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 我分開了以後 我想要先學著 怎麼享受獨處這件事情 像我現在超喜歡一個人 去看電影的 我很喜歡一個人看電影 然後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先 就是很獨立的 可以把我自己照顧好之後 如果 再有遇到再說吧 就是沒有說把這個事情放在我 人生排列順序的前幾項這樣 妳很年輕耶 在我們眼裡都很年輕啊 但沒有關係啊 其實獨處妳不覺得 學會獨處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對啊 真的 但是小燕姐妳可以 有很多人是不行的 桃花韻超旺盛 欣小琪也覺得莫名其妙 妳的感情世界非常公平 真的嗎 很多人愛 一直到現在就是說 還是有很多男生 他們會覺得說 我不曉得為什麼他們都說 不是 我是領悟給你們太深刻的印象是不是 心疼 然後什麼想要來照顧我 我就覺得沒有啊 我就很好啊 我一個人 我很年輕耶 在我們眼裡都很年輕啊 但沒有關係啊 其實獨處妳不覺得 學會獨處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獨處很久了 對啊 但是小燕姐妳可以 有很多人是不行了 對 我那天也在想 我說有些人是不行的 有些人當環境一有改變的時候 他就覺得我不能一個人 我需要有一個人陪伴的我 我需要有一個人去依賴 但我發現我們應該 我們都在座的思維應該都OK吧 對 都很OK 而且是我小時候很不能獨處 我是那種一段感情完 我馬上就要談另外一段感情 對 無共接軌那種 而且我覺得應該在我們節目 開播的時候妳還不行 對耶 我那個時候其實是 妳那個時候是還不行 還是會希望說 時時刻刻都有戀愛 都有人照顧的那種感覺 那妳是怎麼樣改變了呢 我覺得也是一段一段感情的經驗吧 有的時候會覺得說 在感情裡面我會 然後後來當發現說 自己想要什麼的時候 才去看到原來都拿感情 來把所有的時間填滿 那個是導致自己不曉得 到底要什麼的原因 然後因為妳沒有時間看自己 妳都在看別人 妳都在看對方那一半在幹嘛 或是妳們中間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妳就忘記了自己 那現在反而就是空窗期真的 有空窗期過兩年 那段時間讓我成長滿多的 就是會覺得說 原來做自己有的時候跟 也不錯 對 家人或朋友出去 是很好的 其實沒有在找對象的 那個心情之下 妳交朋友是非常輕鬆的 妳可以很輕鬆的很 很真實的認識每一個人 因為妳沒有設定任何的條件 然後男生女生都一樣 就是一個朋友這樣子 我覺得那個交朋友的心情 我覺得很好 對啊 很舒服 我們今天是 我真的覺得離婚交給我 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終於可以享受單身這件事 因為如果妳從來沒有結過婚的人 可能就還是沒有辦法 很享受單身這個狀況 可是因為妳走過婚姻了 其實我覺得我現在 只要聽到人家在那邊跟我抱怨說 單身有多孤獨 什麼寂寞 然後怎樣… 我都會覺得說 妳知不知道單身很好 其實單身有很多好處 不是 應該是這樣講 其實比較激烈的單身 就是說單身有單身的好 結婚有結婚的好 那妳既然在單身的狀態 妳就要去想像單身的那個好嗎 不要一直看它的壞處 不是 也不要 就是要為了怕孤獨而將就的去談 對 千萬不要 千萬 對不對 千萬不要 而且我的個性是沒辦法 我不會 不是 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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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的感情世界非常豐富 真的嗎 很多人愛 憶兒 我覺得一直到現在就是說 還是有很多男生他們會覺得說 我不曉得為什麼他們都說會心疼我 我是哪裡那樣 我是... 我是領悟給你們太深刻的印象 是不是 誰也哭得那麼慘 都說什麼心疼 然後什麼想要來照顧我 我就覺得沒有啊 我就很好啊 有人要來照顧不是很好嗎 那問題是要 隨兵座我不曉得 北瑜是不是這樣 我們是很感覺的 感覺系動物 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先有感覺 然後才會有後續 對 我們是沒有辦法是那種 培養 然後再培養 是沒辦法 對 這就麻煩對不對 有了感覺 其他都... 對 可以...配合 或者是可以再考慮 可以放在後面一點 對 其實從二十歲 我們講從二十歲開始談感情 你們三人當中 我一定是婚姻這一段 因為是我的初戀嘛 然後那個時候真的年紀很小 二十... 一二十歲 而且也沒進入社會對不對 沒有 沒有 因為你想想看在教鋼琴 真的不算進入社會 因為你接觸的只是學生 跟學生家長 那個... 而且你的生活的範圍 就是你家到教室 音樂教室 那根本就不算 跟社會有什麼接觸 所以... 而且問題是 你那時候是覺得 你是最幸福最幸福的 然後可能是我比較不會察言觀色 就是比較灑噹噹噹的這樣子 其實事後我是想是說 其實是 可是我完全不知道啊 例如說 早上上班 他一定要五點鐘就要出門 我就說為什麼 因為塞車啊 我早點到公司 我可以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就想 好有為喔你知道 很認真的年輕人這樣 然後下了班 你為什麼要九點鐘 才可以回到家 因為塞車 我要避開尖峰時間 其實都在約會嘛 其實我是事後才想 有很多很多就是說 就是你如果不那麼傻 你不那麼神經大條的話 其實你是... 你是可以懷疑的 然後我這種個性 本人是不是 不太會去懷疑或管人家 我從來不會去查人家 什麼手機 看你什麼 這件事情對我來講的話我覺得 我覺得是 不必要做的 不是 我覺得 所以我一旦 我覺得我一旦交給你 我就非常信任你 我就很信任你這樣 所以一旦 一旦有差錯的時候 就覺得晴天霹靂 然後就覺得完全不能接受 柏總覺得女人到了30歲以後 才會知道自己要什麼 自己也知道自己怎麼打扮 知道自己 其實在很多人在學校的戀情 我都覺得 當然有的人就是戀愛 一直結婚到現在 但是真的其實是 大部分的時候 在那個年紀是一個練習的階段 是一個實驗的階段 因為你不知道 你連自己都不了解 你當然不知道你適合什麼樣的人 所以可能只是因為這個人 彈吉他彈得很好 或那個人打籃球打得很帥 你就覺得 可是其實那根本就 不是真的適合或者是 怎樣的一個愛情 那妳的愛情當中哪一個最痛呢 不講婚姻 我覺得 就有一些分手的狀況是 不是因為我們不相愛了 而是因為旁邊的一些事情 我覺得那個東西會比較痛一點 對啊 然後 因為旁邊的一些不能改變的事情 所以你就放對方走 就是互相放手這樣 所以我覺得那個東西是比較痛 真的 那個很痠 對啊 對啊 為什麼現在還有這種事情 還會有 好像古代一樣 因為 沒有這種事情很多啊 比如說什麼要出國念書的啦 要去幹嘛 就是因為旁邊的事情 之類的啊 很多啊 我覺得這個比 對不對 被判妳妳還會心死嘛 那這個是因為 沒有 無奈 不能在一起 而分手 對 所以那個狀況我是覺得比較痛 對啊 當然那個 可是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我覺得 我盡量都不要用很否定的心態 去看過去的痛啊 什麼失去啊 我覺得人生你就是 不要把它當作失去的話 它其實每一段都是一個獲得 是 你其實從每一個人身上 都學到不同的東西 都得到不同的回憶 比如說我跟我前夫 我們雖然離婚了 可是我覺得 在那個八九年的婚姻裡面 我們其實有很多時刻 是我們一輩子都共享的 它不會不見 比如說我們結婚 比如說我們 第一次當爸爸媽媽 對不對 有新生兒啊 然後 從三十歲一直到四十歲的這個 這個十年 我們其實是一起度過的 我覺得那個東西 即便我們現在已經 沒有在婚姻的狀態裡面 但我覺得它是 而且我覺得那個 就永遠不會不見 你看我後來在書上寫 其實我是要感謝他 我並不是說什麼風涼話 或者幹嘛 不是 那是我是真的 就是說我當時是一個 完完全全依賴性非常強 其實 真的 而且我可能也不會當歌手 對 我不會當歌手 妳的一生還是因為這一段的改變 對啊 但是我看到 獨中說來了嗎 誰 是誰 這一段外星人的戀情 當時我們知道的時候 還心中有一些些為妳開心 但我沒有想到是這樣的結果 對 我覺得這個有一點點 像剛剛小溪講了 有一點點外力在阻擾 就是說家庭 她的家庭是 那只是說我那時候是 我覺得可以克服 可是到最後我發覺 那個壓力一直在 而且是變本加厲的 是越來越嚴重 那我覺得她 因為她自己本身是 那我也可以體會說 所以我父母親對於自己的獨子 而且她又是念名校 對於她有一個 另外的一個 另外的規劃 對 規劃或者是 對… 所以我可以理解 只是說那個整個過程是很痛苦的 妳要必須要去 其實這個是我主動提分手的 可是當然除了這個壓力以外 還有其他的事情 她也有去就是追別人這樣子 對 可是我當時要下這個決定的時候 我知道我下這個決定之後 我會非常非常痛苦 因為這三年當中 我付出很多很多 付出非常非常多 可是我寧願要這個短痛 我也要結束這段感情 因為我已經看到就是說 那個問題是解決不了的 而且她也已經 她也已經你知道 無能為力了 我覺得這點是讓我最心碎的 如果說妳可以跟我 如果她能跟你一起Fight 一起 對 一起面對 然後一起解決 我覺得這是有遠景的 可是沒有啊 到後來沒有 所以就結束了 謝謝大家 張凡雲姐弟戀相見很早 忍痛自斷好姻緣 在我的某一段姐弟戀裡面 當我跟男友的媽媽出去的時候 在言語當中 她的意思是說 可是天啊 我那個時候 是真的還不想結婚生小孩 我今年覺得說 我現在想要結婚生小孩 可是我的那個男朋友 還不想結婚生小孩 於是是 我還是覺得她也是很棒的男生 可是妳就是不能在一起 我一段想 其實 女生雖然講姐弟戀 其實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這個 這個男生是家裡的獨子 那他們家裡一定希望他去 去找一個結婚生子 而這些我們 因為像剛剛小琦姐講的那個狀況 其實我在我的某一段姐弟戀裡面 我其實也是有碰過的 就是 當我跟男友的媽媽出去的時候 我們單獨 然後她在聊天的時候 她就會在言語當中 她的意思是說 她知道我想要結婚 可是天啊 我那個時候是真的 還不想結婚生小孩 可是對方的家長就會 有意無意的這樣子講 然後我曾經有跟我的男朋友講說 其實我只想要好好跟你在一起 我真的 目前我沒有想要結婚生小孩 然後妳可不可以跟妳媽講說 不要再講說我想要結婚生小孩 這件事情 講過了 然後跟媽媽出去的時候還是 妳還是會碰到那個狀況 人家就會覺得說 妳年紀比她大 妳就可能會 比較早遇到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就還是會一直講一直講 可是妳應該年紀差距沒那麼大吧 我年紀差距的確沒有這麼大 後來那段感情我結束是因為 去年我做冷凍卵子拍了紀錄片 我今年覺得說我的人生 好像很多事情我都做過了 我現在想要結婚生小孩 可是我的那個男朋友 她還不想結婚生小孩 她的人生規劃還沒有到那邊 畢竟她真的也是比我小 那我就覺得 我還是要繼續走下去 我現在就是想要做這件事情 於是 就是我跟她講我要分手的 我們沒有不好 我還是覺得她也是很棒的男生 可是 講到現在都是 但是我想那三年 我沒有想到妳是這麼痛的 剛剛跟她認識的時候 後來我就大概有一年多的時間 我都跟公司講 不要幫我排工作 我是完完全全不工作 然後去飛到美國去陪她這樣子 對 然後後來大概一年半以後 開始就有一些變化了 那有時候我會回來 妳也是個痴情姐姐耶 一年半 我很痴情 沒有 我們是三年嘛 三年 一共是三年 然後到一年半以後 就開始有一些變化了 開始了 就開始 開始就是有一些爭吵 矛盾 這些慢慢的一直浮現 而且是越來越嚴重 然後到最後我發覺 我在他們家的這個心目當中 你知道 而且 我的朋友都跟我講說 妳是誰啊 妳非去美國當那個台傭啊 可是因為我心甘情願無所謂 你知道 可是如果那個人也是對我很好 是OK 可是到最後就不是 不是這樣子 那就回來就好了呀 妳現在生了就好了呀 妳有付出感情嗎 哪有說收回來就馬上收 然後是不可能的 當然… 對 所以就自己考慮好 一段時間 而且我都意識到說 如果說我再繼續下去的話 我可能會得憂鬱症喔 因為我那時候很苦 我常常一個人在家裡就哭你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說 哇 怎麼會這樣 我就意識到說 仙小琦 妳如果再這樣下去的話 妳真的妳就完全就生病了 我另外一個聲音就一直告訴我 告訴我說妳不可以這樣 妳不可以這樣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那時候年紀稍長了 妳就比較會想 而且妳比較容易去看清楚 那個狀況是怎麼樣 就比較理智 對 有的時候 愛情來的時候 它好像 就是真的是 所謂的了解而分開 就是那個了解是要經過很多碰瘡 就是這個了解 當然不是說我了解 妳是一個懷疑 我了解妳愛吃辣 不是 而且了解到 我們沒有辦法在一起 我覺得有時候是因為 人好像在進入一個關係之後 他就會對對方有一個期待 然後因為妳有期待 妳就會開始失望 就是互相要求嘛 要求對不對 妳辦不到我就怪妳 我辦不到妳就怪我 所以就是搞到後來 妳就會發現 好像跟妳原來計畫的東西不一樣 但我覺得有時候其實是 就是說妳其實如果 妳就尊重他 他就是這樣子一個脾氣 他就是這樣一個生活習慣 妳喜歡的就是這個人 妳就不要嘗試去 把他套在那個男朋友 就一定要來接送 或者是怎麼樣 自己的價值觀上面 對… 適度去改變對方 對 我覺得那樣子來講 感情可能 對… 對啊 就是不會很快就是 比如說因為 我覺得一旦變成是 妳對我的要求 然後我覺得有壓力 有責任 我覺得愛就會一點一滴的 跑走 會減分 對啊 就慢慢的就不見 我就記得 我有一個朋友講 他說 我…他們談戀愛 在一起分手 又在一起結婚 結婚又… 然後又確定要去離婚 他說人很奇怪 離婚前恨得要死 就是反正很多人 當切完字走出門口以後 鬆了一口氣 對啊… 對啊 是啊 就是在走出去以後 他說我突然覺得 他還不錯 這樣 不是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是這樣嘛 就對他沒有那樣的要求 是啊… 是啊 那是怎樣 結婚完了都要去離婚一次 不是 我覺得這個很難 我知道很難 這個要修煉 要修煉 是… 就是妳要不斷的提醒妳自己 就是說感情是一回事 但是妳在經營感情 妳其實不是只有用心經營 妳腦子要配合 有的時候妳二十四小時 都想跟那個人黏在一起 但是妳腦子就跟他講說 這樣會膩 不是 就不是對方膩 妳自己也會膩 妳知道嗎 然後又不然覺得對方扳死了 妳兒子也想跟人家在一起 他可能想八小時的空間 其實每一個人的感覺是不一樣 婚姻有的時候就不是 不是戀愛 不是那麼單純 對 有兩家人 然後有工作 有責任 有責任 然後有煩的事情 有水電費有沒有交 金錢 對 財務狀況 繳稅 小孩教育問題 小孩有他失意跟他有他高興的時候 對 有的時候面對老婆 好像我覺得有的男人 面對老婆 對 我覺得這個很糟糕 就是說我覺得我自己 我覺得我們的問題 也是出在於 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任何 不管情人也好 夫妻也好 溝通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還有就是說要看個性 有些人呢 你要跟他溝通 他是維持了一道牆 對 他不見得要跟你溝通 就是很痛苦 對 對 如果不溝通 真的 對不對 沒有辦法講 其實夫妻 男女朋友在一起 如果當你覺得 你沒有什麼話要跟他講 或他 他也覺得 沒什麼話要跟你講的時候 我們不是勸紛 真的要仔細好好考慮 還要不要繼續走下去 真的 沒有話要講 不是勸紛 但是我只是覺得說 如果 很痛苦還緊抓著不放的人 那真的也沒有必要 對 他這裡頭有一句話 錯過就不再 永遠的情人朋友 其實這也是很美的一個 是 對 當然可能心裡也講 還好沒有啊 有時候遺憾 遺憾其實才是一種美感 一種缺陷美 缺陷美 遺憾 其實很多的時候 我覺得為什麼那個時候 那部戲大人歌 那麼經得起大家的 就是因為你 可能很久都不覺得 他是你的男朋友 但他一直都在你的身邊 那個感覺是很好的 我看完這本書 你知道我有一個什麼感覺 你還會戀愛 他一定會啊 出去等一下門口可能就會戀愛 剛剛忘了忘了有沒有 他是戀愛的 對啊 對 看完這本書 雖然妳講到家人 妳講到工作 妳講到什麼 可是從頭看到尾我就覺得 好 有些女人 就是要被男人愛的 妳懂不懂 我覺得我從小好像就不是這樣子 就是沒有很多男人要來照顧我 不像妳這樣 對 對 但是妳就是一個 就常常會 不管什麼樣年紀的男人 都覺得要來疼妳 要來愛妳 其實我一直以來我的 我的心都是敞開的 我並沒有說因為 我的心也沒有關喔 就是我其實對於感情這件事情 一直是抱著就是說比較是健康 然後比較是開放的那種 那種…那種觀念 我覺得是只要是適合 然後是兩方面真的很有感覺 然後而且 我覺得我現在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現在學會了就是說 沒有像年輕的時候 一衝就衝去了對不對 一衝就衝 衝出去了 對 對 OK 所以現在會…會觀察 對 如果真的很有感覺 可是 妳已經意識到有些什麼問題的話 我也是不會讓它發生 我希望妳喔 學平座喔 能看清這一點喔 難喔 之前受太多苦了 真的 現在是比較 所以愛情到底讓妳領悟到 某些事情 但是領悟歸領悟 對啊 就是A錯學會了犯B錯 B錯學會了犯C錯 可是我覺得在感情裡面 因為就是有這些犯錯 才有陷在心裡面這些力量 對… 所以也就是說 謝謝他們給我們的犯錯 讓我們更堅強 是這樣嗎 是 因為我覺得 每一次的戀情完畢之後 妳多少都會有獲得 然後我覺得那個都是強化妳 自己內心的一個那種無形的力量 妳會越來越堅強 而且…我就覺得說人啊就是 他一定要從這些經驗當中呢 去有所改變跟成長 一定要成長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專… 今天的節目叫做 謝謝你們給我們的痛苦 謝謝你們給我們的痛苦 讓我們的領悟 讓我們成長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